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分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秀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刚出道的时候认识我的人非常非常少 我去唱歌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 我天生接受不了这样的歌 就算这一刻再失望再失落 你眼中那桃花也依然要鲜活 看尽不负尘场 奇数尘尘黄昏 今天夕阳西下短长人流向烟花 我一丝放无恋 如果要我选择 只能爱一个人 让我成为你哪有可能 这样的声音是非常傻见 就是这样的歌唱的人必须一尘不染 歌手播出《我再一次被周深折服》 一首古风歌曲《秦怀景》《美轮美奂》 这是他的看家本领 也算是在我的期待之中 而上一期的达拉崩巴直到现在 依然印象深刻 他一人换枪演唱《小女孩》 《少年》《国王》《恶龙》《旁白》五种声音 听完之后 所有人都被深深的理解了什么叫开口脆 不仅仅是粉丝 老肖和小伙伴们都已经惊呆了 第一次爱上周深 是在《中国新歌声》第二期的舞台上 周深和郭庆同台演唱《大鱼》 一个空灵幽远 一个柔情入骨 仿佛至深北鸣 听到了大鱼低声吟唱 周深一吟惊人 带着郭庆进入状态 后半段出彩部分 也主动让给新人郭庆 甘做绿叶不抢风头 此举赢得了一片的赞声 周深的实力毋庸置疑 不过更值得称赞的是 他带人有礼 处事有方的做人的法则 在大众舞台上 意义发光 温暖着所有人 歌手第六期结束 在采访的时候 有个娱乐记者给周深挖了个坑 为什么这期华晨宇 成绩向华的这么厉害呢 周深回答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习惯 造就了不同的喜欢 况且歌唱是一门艺术 而非单纯的选美 如此精彩的回答 既巧妙的回避了这个尴尬的问题 又为华晨宇成功的晚尊 一次次高情商的操作 让越来越多人 沦为周深的谜地迷媚 还有粉丝们退出话题 周深究竟有多么的讨喜呢 出道六年 从那个默默无闻的 腿腿男生到全民公认的宝藏男孩 周深经历过什么 才淬炼出今天的他呢 周深首次亮相是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21岁的他凭借一首欢言 让四位导师为之倾倒 转身之后看到台下站的 居然是一位男生 几位导师惊喜交加 因为这首歌完全由女腔唱出来 那应孜孜称赞 你比女生唱得还要好 而面对众多导师的认可 年纪清新的周深 却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大家并不知道 中国好声音导演组劝了很久 才把这个年轻人请上台唱歌 早在前两季 导演组就发现了这个唱功了得的年轻人 匹时的周深还在乌克兰求学 加上过去的一些遭遇 让他对舞台和表演充满了恐惧 而那副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的嗓音 也差点毁了周深的音乐之路 有一种天赋 叫做老天赏饭吃 周深在很小的时候 就显露出了音乐这种天赋 1992年出生湖南农村的他 初中以前 经常带领学校合唱团参加事业的比赛 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与音乐结缘在音乐扎根 这种天赋被音乐老师发掘 并且对周深的发声 音准等各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专项的训练 为日后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受到了良好的音乐熏腔 让周深有不同寻常人般的温和和谦逊 上了初中之后 周深没有迎来自己的变声期 同龄人声音越来越浑厚 粗犷 只有自己还保留幼童时期的声线 原本引以为傲的声音 成了难以启齿的羞辱 周深还自嘲道 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 男孩的声区 女孩的声音 让周深饱受了很多的侮辱和歧视 他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的呢 听他声音好像人妖 平时和老师同学们讲话 周深总是把嗓音压得很低 生怕别人嘲笑他 初中三年 周深没有唱过一首歌 上了高中 周深在网上注册了一个叫卡布勒的ID 开始在网上唱歌 因为甜美的嗓音 柔和的声线 很多人成为周深忠实的拥戴 这让周深再次找回了自信 还在后面的高中的校园比赛中 一举获得第一名 有过末世与挫败 也有过鼓舞与胜利 那个少年从前至今 眼里所见 都是爱和希望 父母最开始并不支持周深学音乐 他们更希望周深能当一名有前途的医生 在乌克兰留学 周深遂父母心愿 选择了学医 语言不通 以及老师学生对黄种人偷有的偏见 导致周深一年来的学医之路并不顺畅 白天记录课堂上的内容 晚上回家翻译成中文 那段时间 周深每天睡眠时长不到五个小时 尽管每天消医干食 但在成绩上并没有起色 数次挂科之后 周深依然放弃学医 并考上了著名的克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从小怀揣音乐之梦 在异国他乡将要扬帆起航 却未想 第一个噩耗就迎面而来 在音乐学院进修没多久 周深患上了声带小节 这是一种慢性的喉言 严重的话会导致声带损伤 甚至永久失声 这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说 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周深并没有放弃 他四处求医 积极地接受治疗 终于大病痊愈了 在利沃夫音乐学院 周深遇到了第一个人生贵人 一位美生教授 这位教授不仅在音乐教学上 倾囊相受 知道周深生活结局 就自套腰包 给他买裤子和水果 有一次老师的脊椎受伤 行动不便 还坚持给周深上课 这让周深十分的感动 后来周深直言 如果还有机会回乌克兰 一定会好好地报答 授业的恩师 有人说 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 2014年 周深止步16强 止步于那个忘情的夏天 好声音的赛场上结束了 人生的赛场却拉开了序幕 2015年 周深遇见了第二个贵人 高小松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高小松有多欣赏周深呢 他常说 我等周深等了半个世纪 高小松拿出藏了十年的作品 蓝色降落伞 送给周深 还自己掏腰包 为周深制作了第一张的专辑 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择周深的时候 高小松的回答十分的有趣 人好 在高小松看来 好歌手有很多 但善良 有礼 懂得感恩 才是最难难可贵的品质 一个内心纯粹的人 才能被大众所喜欢 这样的人到哪儿都是第一 周深就是这样纯粹的人 农村孩子特有的质朴 在他身上一直都能看得到 演唱大雨火了之后 周深也没有被一时的名利冲昏头脑 他清楚 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唱歌的 只是恰巧遇到了 喜欢听他歌的一群人 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 他只想唱好歌 正是这种质朴 让他赢得了无数的偏爱 跟周深相处过的人 都会由衷的感叹 这真是一个可爱 讨喜的男生 钱雷说 周深很孝顺 赚到的钱都会给家里寄回去 生在农村 家境并不幽默 明白父母供他读书不易 为了替家里分担压力 周深在大学时期 就经常在酒吧住畅 赚取生活费 成名之后 周深并没有 丢失勤俭的好习惯 也很难看到 他一生的名牌 出入灰金如土 白天唱歌 晚上住在公司的宿舍 又可以节省一大笔的开销 在舞台上 这个姐姐的男孩 同样有谦卑的一面 出道五年 不论在台上点评是包是扁 周深都是以弯腰 九十度 致敬 在网络上唱歌的时候 粉丝们夸赞他 天使吻过的嗓音 周深也总是很害羞的回答 我不太会唱 在粉丝面前 周深更是一点架子没有 在官微下面的评论区 前五十名评论 他都会很认真地回复 采访时问道 有什么话 想对粉丝们宝宝们说 这个耿直的boy 说起被粉丝更换头像 并发出灵魂的滞吼 少管我 真是可爱的 没有一丁点的包袱 作家刘彤 曾评甲周深 少年阴影的经历 此刻并没有让他为难 过往接受的坦然 显得他愈发的潇洒了 他真的很厉害 我不是说音乐 周深的厉害与讨喜 更多的在于 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纵观他的成长之路 受过校园暴力 有过藐视和不理解 也差点失声 再也无法唱歌 但周深眼里见得 心里想得 失丰与过后的 那道绚丽的彩虹 诚然追梦路上 他也受到过帮助和理解 从儿时的音乐老师 到乌克兰导师 到高晓松 再到所有支持他的粉丝 大于海棠导演说 他是一个没有人设的艺人 他不需要人设 周深却说 我不想一夜爆红 我就是要熬 要等 要慢慢的去习惯 我喜欢周深 喜欢他干净的笑容 经历千帆之后 仍然心怀赤诚 从他身上 我能看到一种 少年气的东西 称如过境千帆里写的 在这干干净净的城市间 我们分分合合的一瞬间 都是生生世世的 原深原浅 过境千帆 地球横跃 只为途中 与你相见 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他一路走来 来时遍地荆棘 走过 遍地花开 在舞台上 他用天籁的嗓音 掳获了观众的追捧 在舞台上 他用赤子之心 收获生活的眷骨 他就像一个行走的小太阳 散播热量 光芒 万丈 周深配得上所有喜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